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讲关于卵磷脂的四大功能 但是我希望大家要把卵磷脂定位在基础营养素里 请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是一个基础营养素 它不是针对某一种人才需要的 为什么卵磷脂它是一个人人都必须的营养素呢 要知道我们人体里面 所有的细胞的细胞膜 都是由卵磷脂构成的 我们人体可能有几百万亿个细胞 这些细胞的膜 以及包括细胞里面那些小颗粒的 我们说细胞器 它们的膜也都是卵磷脂构成的 细胞膜 这个上面的卵磷脂占了细胞肝重的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 就是接近一半都是卵磷脂 可见它的重要性 而这个卵磷脂呢 它是什么形状的呢 把它放大 其实它就是上面长着一个胆碱的脑袋 底下有两条不饱和脂肪酸的腿 这就是一个卵磷脂 而这个卵磷脂 它对我们机体的每一个细胞的构成这么重要 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是它可以把体内的脂肪 带着这个脂肪 用这个腿 夹着这个脂肪 溶解到水里去 这就好比我们自己都知道 说咱们家里如果要有一个炖肉的一个锅 或者一个炖肉的碗 这上面有很多油对不对 这些油你单纯用水刷 肯定刷不干净 没错吧 所以要用什么 要用什么 要用洗洁精 为什么那个洗洁精能把油带走呢 对 就因为那个洗洁精 它的特点就是能够把油带到水里去 把它溶解走 这个作用跟我们卵磷脂在人体内发挥的作用 是一样的 卵磷脂在人体内 就是把你体内的油带着到水里去 把它排出去 就是这个作用 因为它有如此这些的作用 所以我们把它归结起来 卵磷脂有四大功能 第一是对心血管系统 第二是对肝胆系统 第三是对面部皮肤的 第四是对神经系统的 今天我们国家 13亿多人有2.7亿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平均的这个比例大约就是五分之一 20%的人有心脑血管疾病 是35岁以上的冠心病的死亡率 年低增率达到5% 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新闻 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人士 以及说什么工作繁忙的人士 突发了什么样的疾病 或者是心肌梗塞也好 或者说是脑出血也好 就离开这个人士了 这样的例子今天已经屡见不显 所以这样的流行病 心脑血管疾病就在我们身边 而血管的健康 是我们机体里所有的营养成分 能够及时送到你的五脏六腑的 一个必要保证 人的血管连起来 全长能够达到15万公里 绕地球四圈将近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15万公里的血管 一毫米都不能堵 如果不堵 窄了 其实对我们的健康 都是有影响的 有哪些影响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血管 从通畅 一直到堵塞的 这样的一个分级的图 如果我们把最通畅的血管 算作一级 我们把完全堵塞的血管 算作五级 在座有没有认为你们自己的血管 我体内都是一级的血管 举手我看看 不是没有 确实也有人是很有信心 但是寥寥无几 大家没举手的人 你们认为自己大致是 二 三 所以注意 你看啊 大家还挺有信心 我们都是二 我要告诉大家 三级 其实已经堵了一半了 堵了百分之五十了 那三级会发生什么表现 我告诉大家 这个人 不过就是容易感觉胸闷憋气而已 说一个人可能已经到了六十多岁了 五六十岁了 感觉天热的时候 或者气压低的时候 我感觉有点 哎呀喘不上气来 有点胸口有点闷 有点闷 不行咱把空调开开吧 是吧 不行咱去透透风吧 注意 注意 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其实提示你的血管是几级 三级 已经堵了百分之五十了 发生梗塞 发生心肌梗塞 发生脑梗塞 发生下肢的拴摘 等等 这些情况 是不是到五级才发生 我告诉大家 不是的 四级就会发生 五级已经就要命了 到四级的时候 你这个器官血液能流过去的 已经不足以供应你器官的需要了 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梗塞 所以在这里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第一 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有心血管问题 不是 是不是心血管问题 只是仅止心脑血管问题 不是 还有哪 眼睛会不会有问题 会 肾会不会有问题 胃肠会不会有问题 肢体会不会有问题 会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是不是说没有胸闷憋气 就说明我的心血管很健康 不是 是不是说只要没有完全毒 我就不会发生梗塞 都不是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有这些错误的观念 血管是影响着我们身体 方方面面的健康的 那么回过来 大家再看 说这个血管 已经不断地发生了堵塞 不断地发生了堵塞 大家有个什么想法来去救一救它 原先这个人那么好 一级的 那么通畅的血管 是吧 就像咱的水管一样新的 可是随着这时间的累积 这个人的年龄的增长 这个人也不注意健康 慢慢都到了第四级了 这里面都长满了 嗅了 大家有个什么想法 你看见这个血管 你有什么想法要救救它 你是不是特想有个什么东西 帮它通一通 最好如果严重了 咱看能不能就下起一个东西 把它通一通 我告诉大家 没有这种手术 水管能坏 血管不能坏 其实还有一种什么方法呢 就是把这个血管 壁上挂的油啊 你把它融到血液里去 谁能发挥这个作用 就是卵磷脂 卵磷脂可以把血管里 积存的油怎么样 带走 溶解掉 排出去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卵磷脂 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是可以降低血液里 干油三指和胆固醇的含量 它其实在两个作用点上 都可以起作用 一是可以把那个油 挂住的油带走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可以把血液里的 干油三指和总胆固醇 这两个油把它降下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 卵磷脂的这个作用 接下来我们讲肝胆 提到肝胆 大家都不陌生了 我自己的 我在讲脂肪肝的时候 我说护肝片很重要 为什么 它能保护肝细胞 我还提到了一些基础的概念 我说蛋白质上市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强调说 蛋白质如果缺乏了 也容易发生脂肪肝 B族维生素上市的时候 我们也跟大家强调说 B族维生素缺乏 它也容易发生脂肪肝 今天我们又说 说卵磷脂缺乏了 它也容易发生脂肪肝 那么这个道理是为什么 我在这儿要给大家讲 它们的肌理 蛋白质 B族维生素 护肝片和卵磷脂 它们对于脂肪肝的影响 是不一样的 人体吃进来脂肪以后 吃进来的脂肪 首先要被血液送到肝脏里面 在肝脏里要重新组合 组合完了以后 再把它送到血液里去 运送到你的全身 所以这是脂肪进入体内的一个过程 肠道吸收 吸收完了以后送到肝脏 肝脏要把这些脂肪酸重新组合 然后再送到你的全身 这里有问题 什么问题 说肝脏要把这些脂肪重新组合以后 它需要有一辆车 把它从 把这个脂肪从肝脏运出去 这个车专门拉这些脂肪 你肝脏重组完的脂肪 把它拉出去 送到你身体的各个部位 可是我在这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车的四个轮子是卵磷值 如果你没有这个卵磷值 相当于你这车没轮子 那这个脂肪还能送得出去吗 送不出去了 所以肝脏里脂肪的含量 是上升还是下降 上升 于是这个肝脏叫什么 叫做脂肪肝 通过这张图 我们大家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这是脂肪肝的必超图 因为脂肪肝里面这个内容物多了 所以这个肝脏呢 肿大了 边缘呢 也没有那么锐利了 而且呢 在这个图上显示出来呢 很亮 所以在这个影像诊断学上呢 有一个名词 叫做明亮肝 看着它就大 又大又亮 而补充了卵磷值以后呢 也就是说给这个车加上轮子 这个车就把脂肪怎么样 运走了 运走了以后的这个肝 你看 恢复了正常肝的这种边缘 而且也没有那么亮了 这就是说 补充卵磷值以后 会使脂肪肝的这种诊断学的表现 呈现一个正常化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胆 胆结石 听说过吧 我们国家胆结石的发病率是7% 什么样的人容易发生胆结石 对 不吃早餐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不 这个人不吃早餐 所以这个胆汁总不流动 总不流动 就总沉积在胆囊里 越沉积越浓 这个胆囊里 这个胆汁里的这个胆固醇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就好比我们在海边晒盐一样 这个海水里的这个盐 水分被蒸发 这个盐越来越浓 越来越浓 最终就变成了结石 细出来 沉积出来 怎么样能够让那个胆汁里的胆固醇 别结晶细出来 让那个胆固醇呢 最好能够顺着血液 就顺着流走 谁能带胆固醇走 卵磷 卵磷脂 可以让胆固里的这个胆固醇 更好的融入水分当中 融入血液当中 把它带走 从而减少胆结石的发病率 好 再往下看 第三个就是关于皮肤 皮肤我估计大家都很好理解 我们的皮肤 年轻的皮肤是什么样子 人老了以后容易长皱纹了 是不是 那大家去想 我开篇的时候跟大家讲了 卵磷脂是构成 所有细胞膜的主要成分 对不对 如果说人的这个皮肤 把这个一个一个的细胞 比喻成像个葡萄一样 说咱这脸上排的这个细胞 都是一个一个那种新鲜的葡萄 你说这人的皮肤是什么感觉 如果这个人的脸上排列的是 一个一个的葡萄干 你说这个人的脸上是什么感觉 你摸着会不会粗糙 会不会有些脱皮和拉手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让那个细胞能够保持一个完美的 充盈的状态 你的肌肤就会好 如果你让那个细胞破了 那个细胞死了 你让那个细胞破口 那个水分都蒸发出去 它都瘪了 那你当然这个皮肤就会出现皱纹 就会出现暗沉 就会出现这种干燥脱皮 所以这个很好理解的 为什么核心的道理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细胞膜的保护作用 细胞膜它本身就可以抵挡 外界的这种损害 这种侵袭 同时它还可以 只要膜的功能正常 我就可以帮助我机体 吸收进来有营养的物质 另外我还能把自己细胞内的代谢的废物 通过这个健康的膜把它排出去 一个细胞的功能 它重要不重要 我们不可能把显微镜放在自己的脸上去看 我们是需要通过观测某个指标 来看我们的皮肤细胞 是不是有正常的功能 那看什么 第一我们要看这个细胞里面色素的含量 如果你的细胞很陈旧 你的细胞里面就会容易积存那些色素 包括那些止褐素 止褐素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老年般 人老了以后慢慢止褐素在体内 在细胞上积存 就会在脸上呈现出来老年般 我在这要告诉大家 不要认为老年般只长在脸上 人的内脏里也会长老年般 这些止褐素都会沉积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细胞的对于水分的保有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补充卵磷脂 我们可以使止褐素的含量下降40%多 可以使我们皮肤的含水量上升69.2%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刚才讲了几个 三个 哪三个 血管 肝胆 皮肤 接下来我要讲 大脑 大脑的记忆力从幼年的时期 是一个记忆的高峰 然后青年以后逐渐地下降 到老年可能记忆力会更加衰退 而人体的这个注意力的集中和记忆的功能 和我们的卵磷脂密切相关 为什么 因为神经细胞也有细胞膜 神经细胞的细胞膜 也是卵磷脂 一个神经细胞的形状比较怪 它前面是一个细胞 底下带着一个长条的纤维 这个纤维是干什么的 就是将来传递神经信号的 你比如举个例子 我在这听 有人跟我说 说骑步走 我就得卖腿 是不是 或者我在这眼睛看 我看见这个红灯变成绿灯了 我就要卖腿 没错吧 大家注意 听觉那有一根神经 指引着我的腿 我听见骑步走 我就得动腿 同时我眼睛这儿 还有一根神经纤维 也连着我的腿 我一看见绿灯 我就要抬腿 你这边来一根纤维 那边来一根纤维 然后你再从嗅觉那来一根纤维 你闻见糊味的 你可能你要跑 是不是 你怕这儿着火了 你要跑 你这些个纤维 都支撑着 支引着你的腿 你去想 这些个神经的 这些电的信号 这都像一根一根的电线 引到腿上去 它怎么就不串电呢 是不是个问题 它为什么不串电呢 我告诉大家 人体里的神经 每一根神经纤维 这每一根电线的外面 都包着一层绝缘皮 就跟咱们家里布的那个线一样 它都是外面有一层绝缘皮 所以它才保证了这些 保证了这些电信号 互不串联 互不干扰 那么人体里神经的这个绝缘皮 就是由卵磷脂构成的 什么样的人 他最需要这个绝缘皮呢 当然每个人都需要了 什么时候最需要 他开始要长这个绝缘皮的时候 最需要 同意不同意 因为你那么多的神经啊 都要布满绝缘皮啊 什么时候 我告诉大家 从胎儿的中后期 胎儿中后期 大脑开始急速发育的时候 就需要这个绝缘皮的原料了 然后一直到他出生以后 一直到他的上学的这个时期 他其实都在不断地长这个绝缘皮 你看 为什么刚出生的小孩 他不会自己去上厕所 除了他腿的肌肉不行以外 还有一个 他大脑对于这个排便的中枢 没有控制 没有绝缘皮 无法控制 但是孩子随着慢慢长大 就要自己上厕所 有了便意 他也要上厕所 这是靠什么来控制 这就是靠那些神经 都有了绝缘皮 有了准确的控制的时候 他才会有这些行为 为什么孩子就模仿大人 你唱一个什么东西 他马上他一会儿就会唱了 你小孩 两三岁的时候你给他笔 他不会写字 但是到了五六岁 你给他笔 他就照着去写这个字了 这都是脑子里面 这些个绝缘皮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词叫什么 叫随壳化 随壳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细胞膜 神经细胞的细胞膜 就是它随壳化的过程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神经与神经 我们人体里这根电线跟那根电线之间 是不会连上的 他们之间的信号传播靠什么 就是靠卵磷脂的里面胆碱的一种衍生物 如果这个人没有体内 没有卵磷脂 没有摄入胆碱 那么这个人体内的神经信号的传递 就会出问题 而出了问题以后是什么表现 那你有可能我再给你算个47乘23 就慢点了 那么慢慢慢慢发展以后是什么 不是危言耸听 其实就是一种老年性的痴呆 长期这种脑功能不用 另外再有一个就是这种卵磷脂的这种缺失 对于它记忆中枢 这种功能的这种下降 慢慢慢慢的以后就是老年痴呆 65岁以前叫做早老性痴呆 65岁以后叫老年痴呆 这些问题都是跟体内的卵磷脂的补充 有相关性的 讲到这我想问大家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了卵磷脂的四大功能 集中在哪四大部位 第一血管 血管它可以带走血管里的脂肪 对 第二肝胆对吗 肝脏它可以带走肝里的脂肪 胆结石它可以带走胆囊里的胆固醇 第三皮肤 它可以保持我们皮肤细胞的水分 可以降低色素 可以提升含水量 第四我们讲了大脑 大脑主要我们讲了两个人群 一是孕中晚期以后一直到儿童时期 第二一个主要讲的是老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说的这个血管 肝胆 皮肤 大脑 这四大点 卵磷脂这么好 那我们生活当中要不要多吃一点 要 要多吃一点 可是你一定要记住 日常吃卵磷脂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非常怕被氧化 它非常怕和空气中的氧气接触 因为它的那个卵磷脂那两条腿 是多不饱和脂肪酸 很容易被氧气中的氧化 这是一 第二要记住 卵磷脂很怕加热 一旦加热过于热了以后 卵磷脂也就不稳定了 尤其是在有氧又加热的情况下 卵磷脂的破坏更多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中国人对卵磷脂的概念没有太强 卵磷脂是西方欧美国家 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膳食补充剂 他们的民众都知道卵磷脂很重要 因为在西方的国家当中 他们没有中草药养生的理念 他们的养生理念 要么就是负磷Q10 要么就是卵磷脂维生素E 以及其他的矿木质维生素等等 所以这对于我们亚洲 尤其是除了日本和台湾 这两个地区以外的 尤其我们中国大陆的市场 卵磷脂是一个非常需要大家 去普及的概念 因为它是一个基础营养素 所以我们这次 我们安利纽翠莱 通过海外购 引进了这款 纽翠莱的卵磷脂 维他命E片 实际上这个维他命E 就是维生素E 里面含有290毫克的卵磷脂 和45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E 45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E 提醒大家 它的作用 不是用来帮您补充维生素E 而是要去保护这个卵磷脂 不要被氧化的 你如果要想吃维生素E 你还是要吃小麦培芽油的胶囊 这个里面的维生素E 就是要保护这290毫克的卵磷脂 那么它的食用量 是一天一到四次 每次一粒 就是一般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都主张大家吃四粒 所以这就大家体会出来 说为什么我们扭催来的 卵磷脂维他命E片 要生产成为咀嚼片 如果不是咀嚼片 如果是一个胶囊 你可能还需要用水去送服 而一天如果你要去送服四次的话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 勉强还可以 已经感觉不是很方便了 而对于儿童来说 就很难坚持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生产一种 大人老人孩子都喜欢的一种口味 它是带有一种蜂蜜的 这种口味的一种咀嚼片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全家的人 都可以吃这个卵磷脂维他命E片 我们的产品里面的这个卵磷脂 叫什么呢 叫优质卵磷脂 因为单纯的卵磷脂并不新鲜 你可能也听过 市面上你也预见过 有其他的卵磷脂的制品 但是什么叫做优质卵磷脂呢 是因为必须要给这个卵磷脂 加上保镖 它的保镖就是这个维生素E 你得有卵磷脂来帮助这个卵磷脂 不要被氧化 那么它才叫优质卵磷脂 我们的卵磷脂 维他命E片 我们有四大优势 第一 这个产品的原料来源都是天然的 第二 我们提供的是优质卵磷脂 是有保护的卵磷脂 第三 我们的卵磷脂有四大功能 第四一个 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技术 可以把它做成咀嚼片 所以它可以才能 让我们全家都能分享使用 在这里 我就想再带着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纽磷来卵磷脂 维他命E片 四大功能里面 第一 血管 第二 肝胆 第三 皮肤 第四 大脑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卵磷脂 维他命E片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四大功能 以及这四大优势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老人 男性 女性 儿童 这四个 家里的这四个人群 我们推荐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区别点 我在这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比如说针对老年人 以前我们针对老年人 其实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不一定就是老年人 只是针对这种心脑血管问题的人 我们以前大家是推荐 比如说要用鱼油 要用茶足 那么这些东西 它也是对血管有好处的 我们现在有了卵磷脂 以后我们又要推荐卵磷脂 那它们的作用点有什么区别 鱼油是降低血液里肝油三脂水平的 茶足是降低血液里胆固醇的水平的 而卵磷脂是要已经在血管里沉积的胆固醇和脂肪 怎么样 把它带走 融到血液里排出 鱼油和茶足是不要在血液里多 直接把它降低 而卵磷脂的功能是你即使有了以后 我可以把它从血管里带走 再有一个 辅酶Q10主要作用的点在心脏 卵磷脂主要作用的点在血管 确切地说 鱼油和茶足主要作用的点应该是在血液 它们作用的点其实是不同的 我再跟大家回顾一下 辅酶Q10作用的点在心脏 卵磷脂作用的点在血管 鱼油和茶足作用的点在血液 好 对于护肝 对于护肝 我们以前说 用护肝片护肝 它是可以保护肝细胞免受损害 如果肝细胞被损坏以后 它会导致脂肪肝 会导致肝硬化 会导致肝炎和肝癌 而如果卵磷脂缺乏以后 它并不是对肝细胞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而是使脂肪沉积在肝脏里带不出去 如果说这中间有一个肝细胞 这个肝细胞周围是脂肪 护肝片是作用在中间的肝细胞 是保护好它 别让肝细胞坏了 肝细胞如果坏了 我们的肝脏的功能就坏了 而卵磷脂作用的是什么 是周围这一圈脂肪 是要把肝脏里的脂肪怎么样 用那个车把它运出去 而B族维生素是什么 B族维生素是肝脏代谢里面 重要的辅酶原料 所以这是它们的区别 那么第三一个对于皮肤 我们有机缘饮品 我们也用维生素C 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的肌肤更加亮丽 更加年轻 更加保水的 那卵磷脂跟它们又有什么区别 我刚才说 说我们脸部的表皮的细胞 像葡萄一样 是吗 如果不注意保护 就像葡萄干一样 是不是 但是注意 这是在细胞这个层面 卵磷脂缺乏以后 它影响的是细胞的含水量 而机缘饮品影响的是 皮肤下面胶原蛋白的含量 而维生素C也可以抑制色素的合成 另外还有一个 维生素C是合成胶原蛋白连接的必要物质 你要把胶原蛋白连起来 必须需要维生素C 这是它们作用点的不同 再有一个就是关于儿童 卵磷脂就是构成所有神经的那个膜 那个绝缘皮的成分 如果缺乏卵磷脂 它的记忆中枢就是会退化的 功能就是不完善的 而银性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是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 通过增加脑部的血液循环 来给大脑供应更多的养料和养分 是从这个角度来去建脑的 一个是给大脑养分 一个是合成神经的绝缘皮 所以它们的作用的道理也是不同的 在这里我也祝愿在座的各位 大家获得更多的健康 谢谢 谢谢